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九月的颁奖礼上任时 刚好是一周年 有正好赶上中秋节 虽然两个人都有工作在身 但还是制造机会团聚在一起 陆定山最近有新片理查的姑妈要上映 韩庚则正在云南腾创拍摄新电影《门烟》 韩庚要专心拍电影不能到处飞 所以陆定山不远千里 赶到云南来过和韩庚在一起的第一个中秋节 有网友偶遇了陆定山 并猜出和他的合影 偶遇的网友说 陆定山是一个人 看样子应该是陆定山趁着韩庚白天在忙着拍戏的时候自己到处转转 毕竟是在旅游景点拍戏 美景不可错过 不拍戏的时候 韩庚就会陪着卢定山了 中秋节 韩庚在微博晒出女友视角的照片 并陪文人圆人团圆 还发了个红色的爱心 这个人团圆 应该使的就是女友卢定山来和自己团圆了 默默干了这碗狗粮 照片里的韩庚坐在一个风景如画的窗前 悠闲的泡茶喝茶 这角度一看 就是女友卢定山拍的了 深处复杂的娱乐圈 能够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小镇和女友一起安静的过个中秋 实在是件幸福的事 韩庚拍摄出了两张当地的风景照 蓝天白云 双彩虹在空中非常美丽 不知道拍摄这美丽的彩虹的时候 是不是卢定山正陪伴在身边呢 祝福这对幸福的情侣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